经理啊你可算是来了哈 怎么了 就你那表弟 我上个月才给他升小组长 今天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用手机摔我耶 哈 你看看 这是他的手机 这太过分了吧 我先打电话叫他滚过来 哎呀经理 你也别打电话了 你让他回去休息两个月 调整好了 回来从机场做起 谁知道啊 哎 这个事情啊 我给你支持你了 嗯 说到了你摔手机啊 他真不得了喽 就是啊 别给我面子哈 该怎么办怎么办 要么还是说啊经理 你的格局高哦 接个电话 啊 喂 什么 嫌报价太低了 还是帮我摔桌子 哪个 邓强啊 你别跟我商量了 直接关掉 嗯 出什么事了经理 一个绿卦项 你叫邓强的 钱包价太低了 还在帮他摔桌子 你说那么大项目 我敢交给他负责嘛 必须管掉 哎哎哎哎 经理 先别换掉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嘛 什么意思啊 你认识他 好 邓强是我弟弟 哎呦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哎是是 你不早说 咱们关系都这么说了 用得着打电话嘛 等下我去了解一下 这价格适当的光 往上提点嘛 见大家资金都不容易 知道 对对对对 哦 说起电话呀 我这买了一台新的 你看你表弟的手机啊 不是摔坏了吗 这个给他用嘛 要不说求他们的 还是你的格局高啊 你看我表弟犯那么大错误 你还能原谅他 真的 我向你学习 千笑了 经理 你看这个事啊 素婆做的不对 对这个手机啊 麻烦你敲给你表弟哈 这个就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吧 我还得回去处理一下这个电话箱 啊 你自己看着办 谢谢 我过去了哈 慢慢走哈 四周八批